继续来种花 这一次要种的就是这个银月菊 这个银月菊是会开出这种黄色的花 不过我们主要不是观花 为的是观叶 大家看它的这个叶子的颜色 是不是很有特色 是这种银色的 放在花园里的话 它会格外的悬眼 但是单独观赏它的话 没有那么漂亮 所以它被誉为这个花园里面的最佳配角 现在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这个银月菊对花盆材质没什么要求 然后就是它的这个珠型比较高 最好用高一点的盆来种的话 会更加的漂亮 大小的话就要看这个珠型的大小来选择 像我的这一颗 我就用这个一家人的盆来种就可以 接下来就是配土 这个银月菊它喜欢这种肥沃酥酥的土壤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通用土种 先在盆底加点土 再把它取出来 这个根系是非常发达 把底下的根稍微给它滤一下 过长的根给它剪掉 继续加土 提一提 拍一拍 四周摁一下 继续加土 再给它浇透水 再给它浇透水 浇透之后再把它搬去换苗 把它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缓个四五天左右就可以 这盆营业菊种下去已经有一阵子了 我发现底下都已经长出这个新芽来了 说明它已经缓苗成功了 但是整体看起来的话好像有点 状态不好有点黏 可能是缺水了 果然是缺水了 这个盆非常的轻 现在就把它搬出去正常养护 我就暂时把它放在这一个地方一样 这个营业菊它是非常洗光照的 但是呢它又不能曝晒它怕热 所以夏天的话要么把它搬到比较阴凉的地方去 要么就是给它遮阴 这一个地方每天大概可以晒到四五个小时左右的太阳 可以满足它的这个生长 另外摆放的地方通风一定要好 否则它是非常容易长成的 还有就是这个营业菊它是比较耐寒的 所以冬天的话放在室内 室外完全可以过冬 再给它浇透水 在盆栏菊里面加热 再到两个年了 先给它撇娃 再给它 回去了 再给它